要開始教電學 先介紹的叫做靜電 靜電就是沒有在動的電 有動就變成電流 是後面要教的事情 第一個講談靜電一些基本狀況 現在在講故事 古人所的發現 這個叫做希臘人發現 摩擦過的琥珀能夠一氣一氣小的東西 後面有影片 小學他也玩過了 就是拿紙啊插一插弄一弄啊 吸小紫屑啊那樣的東西 好 那這個現象呢 就留下來 然後這是中國的東漢王充的 所謂的頓膜錯戒也是一樣 摩擦了一個小琥珀呢 可以吸一小東西 然後呢就把這個現象就稱之為電 把這個現象稱為電 磨一磨可以吸起來 可以這樣稱之為電 這跟你講說他的 英文的這個電 就是從希臘的五貨也變過來的 所以這次來源是一樣的 就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靜電 那麼這位大哥做了一些實驗 發現呢 有一些情況會互相吸引 有一些情況會互相排斥 所以就表示電至少會有兩種 會有兩種 然後呢 所以才會有的要互相吸引 有的會互相排斥 那這邊寫什麼琥珀啊玻璃啊 等一下會出現 好 所以就跟這個實驗 還有所有兩種 一種是跟琥珀的帶電性相同的 叫做琥珀電 現在叫做負電 一種呢 先玻璃 像什麼叫做玻璃電 現在叫做正電 等一下後面會叫什麼 毛皮摩擦素交換 那個東西就是他 就是他有關 就是他有關 OK 他就知道有兩種電 有正電 現在叫正電跟負電 好 等一下你要背的事情 好 那重點就是這句 是 這個小學就學過了 好 同性電會相識 異性電會相吸 同性電會相識 異性電會相吸 但注意 相吸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我們兩個 帶異性電 所以我們互相吸 另外一個情況是 帶電的會吸引不帶電 原因活蹤並不解釋 我們就只告訴你結果 叫做帶電的會吸引不帶電的 所以看到吸引的時候 一種情況叫做 我們兩個帶異性電 另外一個情況叫做 一個有帶電 另外一個沒帶電 帶電的會吸引不帶電 所以有兩種情況吸引 OK 重點就是這個 同性電相識 異性電相吸 這是我們的重點 於是乎 就這種題目 就這種題目 畫了一個圖 有人相吸 有人相識 然後就問你說 他帶什麼電 我告訴你說 A是帶正電 請問你 B C 帶什麼電 答案有三種 答案有三種 免得你被騙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一種叫做帶正電 一種叫做帶負電 一種叫做不帶電 就叫不帶電 好 那如果圖形長這樣 請問你 那請問你 B帶什麼電 C帶什麼電 豬帶什麼電 判斷 就跟你剛才的 同性電相識 異性電相吸 還有一句喔 相吸有兩種喔 叫做 異性電相吸 還有一個叫做帶電的會吸引不帶電 帶電會吸引不帶電 然後呢 所以就請問你 B C 豬各帶什麼電 看一看 判斷一下 A帶的是正 然後呢 B被吸引 然後 B C 互相排斥 C 豬互相吸引 那 B C 豬帶什麼電 停車戰界問 啊帶啥勒 可愛大帥哥 帥 為什麼會丟在這裡 又把我放錯了嗎 對 又有人在亂動我的東西把我擺錯了 帥哥23號 帥哥23起立 B帶什麼電 C帶什麼電 豬帶什麼電 豬帶什麼電 你不要跟我玩耍 B帶什麼電 C帶什麼電 豬帶什麼 B帶負電 豬咧 C呢 C帶負電 豬咧 蛤 豬帶順電 請坐下 你大部分都答對了 但是有一個答錯了 B帶負電 對 C帶負電 對 但豬呢 對 A會吸引B B B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負電 一個是不帶電 可是 BC會互相排斥 那可不可能不帶電 不可能 所以B就一定會帶負電 然後BC排斥 所以兩個帶同性電 所以C也是負電 可是C會吸引豬 剛才講過吸引有幾種 兩種 一個叫做 異性電相吸 另外叫做 帶電的會吸引 不帶電的 所以豬可以帶正電 也可以 不帶電 所以答案這樣 可以嗎 OK嗎 OK OK